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最重视的还是消费者的权益 所以对于这一个产品 我们会持续提供消费者退换货的服务 好 今天1月初的时候 通路业者已经要求下架所有的产品了 那么在3月2号的时候 已经全数回收了4万多瓶的洗手乳 那么业者也被依化妆品 卫生安全管理法裁除了4万多块 不过这位赖先生就很不满的说了 他送检之后隔了一个两个月都没有下文 主管机关对于回收的化妆品 也没有对外公开产品名称 他指引相关单位内容 没有站在保护消费者立场 也引发了议论